至于走私烟案延烧超过一个礼拜 立法院国民党团今天再开记者会 痛批总统府把整起走私烟案定调为超卖 根本是在设停损点进行切割 兰伟还率团前往最高检察署 拜会检察总长江慧明 希望他好好查清楚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至于当初踢爆这起案件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更把矛头对准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 强力正办 强力正办 最高检察署前国民党立委们手拿看板高呼口号 就是要来找检察总长江慧明 当面呼吁检察单位要对私烟案调查到底 江检察总长有承诺两点 第一点侦办没有上线 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 第二个为尽速侦办 检察总长亲口承诺绝对彻查清楚 毕竟整起私烟案牵涉到的层级越来越高 检察单位调查起来压力可不小 国民党团事前更召开记者会 痛批辅方的超买说 根本是在对检掉下指导棋 你连近代司法调查都不愿意说出来吗 你在设停损点吗 不要乱切割 不要求援兼裁判 国民党团动作频频 而当初踢爆这起案件的实弹力量立委 黄国昌 更将矛头对准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 那如果连国安局的局长都负起了这样子的政治责任 那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直接要去督导国安局的国安会的秘书长李大为 到目前为止继续省引 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私烟案延烧超过一个星期 在业党警定各单位一举一动 放话追查到底 不让任何涉案关键人物趁机梦混过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